老婆 你现在是初一辈老师 电影那个静默的阳光舞后 把大体老师的真实故事搬上大萤幕 但人在往生后捐赠给医学生做解剖课程 这和台湾的传统观念几乎是背道而驰 确实这个风气确实有比以前开放的比较多 签署的数量确实有增加 那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说 签署的这个捐赠者 捐赠者他的整个家庭背景 或者是他的一些血净力的部分 也确实都就是蛮高的了 那家属来讲的话 他们的子女也会要孝顺他们父母亲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在活化完以后 再把父母亲的骨灰带回去自己供养 打破捐赠大体的观念 的确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努力 根据北区遗体捐赠中心统计 近十年签署大体捐赠的人数 从2007年的176人 到2016年有807人 成长幅度快 但去年实际捐出大体的人数还不到6% 医学的进步之后 人的寿命也是延长的 所以往生然后完成捐赠的 这个部分其实每年的数量是差不多的 北区遗体捐赠中心成立40多年来 有2410位的大体老师 几乎都分配给医学院使用 配送率超过八成 也让学生的从医之路多了一份准备 老师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 愿意是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把老师对这个世界的爱 因为教育我们医学生 然后我们以后可以帮助更多人 当我们面对死亡不再是无能为力 或许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成就他人 谢谢老师 大一新闻 旅士宣徐英豪台北报道